第三千五百一十七集 叶尘脸上写满了对钟燕熙行为的鄙夷 想来不过也是上一世对女武神望而生畏 这一世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机会 轰尘一下自己的实力而已 你胡说 钟燕熙自认平生行事光明磊落 却为这么一个小修为的蝼蚁指着鼻子骂 一想到被你这样自命不凡的人保护 那真的是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你还是好好地修行 争取哪天能够修炼出上姑女武神的气魄和胸怀吧 叶尘冰冷地嘲讽道 你的保护我叶尘不稀罕 钟燕熙此时怒火中烧气急返效 还是第一次有人跑到我的地盘跟我撒野 那笑声尖锐几乎要刺破苍穹 轰隆隆的雷鸣之声仿佛是在回应她一般 这是我的修炼之地 你这区区乾坤镜蝼蚁 来到这里颠倒是非大放厥诀 还真以为我不会杀了你吗 姑亲此时已经树立过来 秦身与赤火地江一样的赤红火焰已经开始燃烧 叶尘 你不是他的对手 我们快走 几次轻此时也知道自己好意的行为让叶尘心痛了 也顾不上解释只想赶紧拉着叶尘离开 想走 钟燕熙大怒讥讽道 哼 我这里其实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叶尘面色不变将几次轻护在身后 几次轻看着站在自己前方的叶尘心头百感焦急 从不退缩 从不畏惧 他好像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一曲古琴行云流水一般地从中燕熙的手指间翻涌而出 澎湃和犀利的声音身处其中 才感受到那巨大的杀意 叶尘反手将几次轻推向远方 示意他安心观战 赤红帝江再次显现 这一次他身上的不仅仅是周身的火焰营绕 每一根灵毛都流转着赤金色的光泽 显然中燕熙怒火之盛 想要直接将叶尘碾压 地江火龙斩 虚空之中骤然产生一道裂隙 竟然是中燕熙直接将自己的法则 与这虚空联系在了一起 从法则中吞天灭日一般的浓厚的炽热岩浆滚而下 直接叫在赤火地江身上 赤火地江吸收了火焰的威能 如同一方陀螺自身形成了一件法器一般 急速旋转地展向叶尘 碧落黄泉图 叶尘手指翻动 一幅巨大的碧落黄泉图 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前 赤火地江那般急速地冲撞 在叶尘的招架之中 直接将他拉进了碧落黄泉图 黄泉圣水滩急而汹涌 在这一瞬间已经将赤火地江尽数湮灭在内 黄泉之水可洗涤诸天亡魂的记忆 把人变成一张白纸 无尘无垢进入轮回转生 此时对上赤火地江自然可以冲刷他的血腥之气 度化他的杀意 黄泉图 轮回之主的东西 中烟席虽然有些吃惊 但一想到取尘烟一直是跟轮回之主在一起 也心下释然 在你手里 小而磕而已 古琴的节奏再次翻动 赤火地江的肆意翻腾而起 竟然是直接从黄泉圣水中脱身 叶臣心知这是自己和对手修为差距太大 哪怕是借助法宝神通 也不能磨灭这一巨大的沟壑 赤火地江六族同时踏在碧落黄泉图之上 竟然引得整个黄泉图一阵颤抖 还不收起来 中烟席轻蔑地说道 否则 你就看着这图尽数破裂吧 叶臣知道对方说的是实话 这经过加持的赤火地江 显然威能已经远远超过几次青的朱雀了 黄泉图中 苏罗茶树也是沉默了 在他看来 虽然黄泉图不会这样被击溃 但免不了叶臣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而这代价一定很大 黄泉图收敛的一瞬间 叶臣身上金光乍现 八部浮屠器瞬间爆发 佛光忠明由天际传来 一生生的佛堪禅意 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一尊极大的千层高的八部浮屠塔 轰然现世 每一层上凋梁化洞 每一尊佛像都栩栩如生 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景 历历在目般地重现在此 八部浮屠塔给我镇压了 叶臣很清楚 武道想抗衡此意很难 只能取巧 钟烟熙手指尖流转而出 阵阵无上元气 随着鼓琴之声 悠扬地传播而出 有色地匠 原本周身赤红的地匠 此时如同一位偏然的歌姬 四一六族映照出了 如同彩虹般斑斓的色彩 那色彩流光溢彩地 镶嵌在每一片羽毛之上 而后羽毛偏然而起 裹带着九色荧光 毫不迟疑地迎着八部浮屠塔而去 给我过 一片片瓦片 在这九色羽毛的攻击下 形成了一道道纹路 崩的一声 粉碎消散 钟烟熙轻蔑地看向夜晨 仿佛是在告诉她 她已经没有机会了 九色地匠地再次升空而起 那璀璨耀眼的光芒 此时毫不吝啬地 展现在夜晨的面前 此意翻飞而出 九色光泽瞬间笼罩夜晨 如此大的威亚 如此强的元气 此刻夜晨手持剑 凝重而立 她看着飞速接近的光泽 一道奇异的纹路 逐渐在身躯上蔓延 全体化灵神通施展 一时间 夜晨的力量 达到了一个 无比恐怖的层次 其实夜晨并不想 动用化灵神通 毕竟并不是非常熟练 但是眼下 只能如此尝试了 对方实力不弱 可眨眼间 夜晨的无尽建议 便被那九色地匠撕裂 还是不够 眼看九色地匠要降临 夜晨心中一沉 想到了什么 他眼神无比坚决 在葬天海的时候 我曾和灰老提起过千兵报 灰老用他的武道理解 改良了一丝千兵报 现在也该试试了 关键 夜晨轮回墓地里 有太多兵器了 法则神器都有好几件 终极版千兵报 开 刹那间 无数珍宝兵器 尽数显示在夜晨的背后 刀枪剑戟 各种各样的兵器 每一柄都散发着 不同的援兵之气 此时却是汇聚在一起 凝聚而成了一张巨大的网 将那九色地将团团团围绕 爆 随着夜晨的嘶吼声 所有的兵器 几乎同一时间 冲向了九色地将 而后自爆 无尽法则之气 瞬间充斥 这么多的兵器 甚至有不少 法则神器 如此之物爆炸 太真镜强者 也不一定能承受 自爆产生的威能 联动之下 将夜晨和钟燕熙 都先飞了出去 钟燕熙 也仅仅只是因为 这一爆的威能 而被逼退 对自身而言 却是没有丝毫的伤害 但此时 看向夜晨的目光 也变得有些深邃 要知道 这么多真妻异宝 就这样全部复制一具 需要多大的魄力 值得吗 钟燕熙骨琴收起 显然不打算 再和夜晨站下去 值得 夜晨坚定地说道 从头到尾 他一直是这样的 不管对手多么强大 只要他还有一丝希望 就绝不放弃 你们走吧 钟燕熙转头 似乎是不想再 同他们说什么 几丝心看着 钟燕熙远去的背影 知道对方 这是被夜晨这种 大无畏所震慑到了 已然想要让他们 二人离开 只是 几丝心叹息道 自己的赌约 可能要落空了 有了今日夜晨的一番话 冷傲如钟燕熙 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守护夜晨一次了 看出了几丝心的小心思 夜晨面色颇为严肃 双手握住几丝心 纤细的肩膀 你怎么这么傻 我需要他来守护吗 为了我搞得自己一身伤 你这是何苦呢 夜晨口中虽然斥责着 但语气里满是怜惜之情 我 几丝心心知 是夜晨担心自己 他其实已然留守了 而且他不会伤害我的 几丝心小心翼翼地解释着 钟燕熙他很了解 不管在切磋中 他所散发的神通法则 有多么的恐怖 但他终究不会痛下杀手 那也不行 夜晨摇头道 我不管上一世 什么守护不守护的 这一世 我夜晨不需要任何人的守护 灵霄武艺在这一刻 达到了极点 夜晨此刻无比地坚定 他不要这种牺牲身边人 所换来的守护 我 对不起 几丝心缓缓地低下头 低声说道 我并不是责骂你 见到他这副样子 夜晨还是忍不住将他护在怀里 我明白 是我 看到你身上有很浓重的灾难之气 而我又不能时刻陪在你身边 极思青解释说 他这一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但夜晨这满身的灾难之气 却让他担心无比 此时也只能想出这样的笨办法 灾难之气 夜晨此时才明白 为何几丝清那欲言又止的原因 身上的气息运转 才注意到自己身上 确实是笼罩着灾气 只是这个灾气 并非是劫难之气 而是关乎灾难天剑 这并非是劫难 而是灾难天剑 和我之间的因果沾染 夜晨向几思青解释道 灾难天剑 是赤渊圣王的女儿 李飞寻 几思青惊叹一声 原来这不过是一场乌龙 嗯 估计我这满身的灾难之气 应该跟李飞学有关 几思青点头 这下他可以放心了 夜晨露出一抹微笑 八卦天丹炉 徐徐升级 那屡屡的药草仙丹之气 缓缓浸润在几思青的后背中 昏黄日半 两人背影显得几分落寞 夜晨 我要走了 几思青还是开口道 此时距离布局 已经是越来越近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远法 此时尚不能厮守在一起 一路小心 夜晨远看着几思青离开的背影 相信不会太久 他们一定可以再次相逢 对 我本身后 走了 对 慢点 离开